你现在收听的是古泰一战第230集 那今天呢古泰一样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对于这个盘式的一些看法 那古泰现在录影的时间呢 大概是礼拜日礼拜二跟礼拜四 那没有录影的时间呢 基本上古泰都也会po一下大盘的TUMD 在YT 所以呢基本上 昨天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应该不难发现 因为古泰也看到蛮多人按赞跟留言的 那这个 大家古泰没有录影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消息 这样子 OK 好 那今天呢 这个行情到底怎么看 是不是又要 又要回来 到底是要打几只桥 到底是要打几只脚才打得够 到底这个盘到底是要上还是要下 古泰呢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很重要 今天非常的重要 今天是9月28号 为什么很重要 今天是教师节 在这边呢 祝大家 天底下的老师 其实不一定是老师 树叶有专攻 每一个 人 你只要 在某方面 你是一个 还 应该算蛮熟练的 或者是比人家熟 你就是专家 你就老师 能者为师 所以每一个人呢 其实都是老师 好不好 那这边呢 古泰呢 祝天底下 所有的老师们 还有高手 能者 天底下 所有人 教师节快乐 OK 那今天呢 同时 也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叫做 明天 明天 9月29号 礼拜三 礼拜三呢 就是我们的 起子 周旋 结算 可是不要忘记 明天还有一件大事情 明天同时 也是 副时 台子 结算 所以呢 明天行情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大家 你如果有做指数的朋友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下 OK 然后不要忘记 明天过后 还有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又到了我们 9月 月底的时间了 所以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 时间过得很快 那 9月30号非常重要 攸关大家 10月份 到底要涨要底 要上还是要下 9月30号这天 超盘手 会给你答案 超盘手 会给你答案 OK 那 古泰呢 明天没有录影了哦 所以今天这一集 非常的重要 古泰会直接把 月手要手的价位 跟大家做分享 OK 所以呢 你如果是新朋友的 记得给他看下去 对你来讲不吃亏了 古泰也没有收你钱嘛 对不对 那也一样 请新朋友呢 帮古泰在YouTube登录之后呢 按下我喜欢 重点是Subscribe 订阅 开启 全部通知小铃铛 古泰驿站本身不盈利 你跟我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 本影片的内容仅供参考 此为古泰每天自己盘后关盘练习的Vlog 请勿以此作为实单交易的依据 影片中的任何数据皆为公开的事实资讯 为既有技术分析之理论且亦非为盘中及时资讯 不具有任何投资角色建议交易本身一定有赚有赔 投资前请务必独立思考审慎评估并致富盈亏及交易风向 好我们来看一下 礼拜日 古泰跟大家说什么 下周延续上礼拜的反弹波 可是我有告诉你一件事情 留意9月24号的低点绝对不能破 那大家都知道嘛 这两天 昨天 无敌大总算 总算强势的回归 那无敌大也有跟大家提醒 其实坦白讲啦 其实我们的看法都差不多 那924的低点 你大概也可以仔细的回推一下 也大概就是无敌大分享的位置 所以呢 这边 只要他没破 确确实实啊 确确实实是买点 可是只要他破了 很抱歉 就是空点 所以古泰常常有跟大家讲一句话 一念之间 一线之隔 支撑压力 攻守护换 其实 如果你在股市久了 坦白讲 所有的技术分析 比筹码面基本面很例外 筹码面跟技术面 讲的都是这四句话 讲的就是这四句话 只要你在股市够久 这四句话 你应该 把它 应该是说啦 你能够很直觉的 把这四句话 融会贯通 而且很直觉的交易的话 基本上 你应该是交易中的佼佼者 交易中的佼佼者 OK 好 那 今天破了没 今天破了没 破了哦 今天破了 你说 古泰你能不能讲干话 对不对 你前面明明就说 下周延续上礼拜的反弹破 结果谈一天 就结束了 对不对 啊 市场就这样啊 没办法啊 对不对 古泰又不是干嘛 能够操控市场啊 你叫巴菲特 那巴菲特那么有钱 他有办法操控市场吗 他也没有办法嘛 对不对 巴菲特去年 到今年的绩效 也是干嘛 不怎么样啊 对不对 啊 人家也只能 鼻子摸一摸 干嘛认赔 对不对 所以呢 反正 我们就尊重市场 市场是老大 好不好 你再怎么有钱啊 你也比不过市场 所以呢 古泰常常有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现在盘后 古泰干嘛 就是 大概看一下整个盘事嘛 啊我们就做一下功课嘛 可能会走什么样的剧本 跟脚本嘛 啊 隔天走这个 我们就当然就是跟着走啊 啊隔天走别的 我们就是换脚本而已啊 就这样而已啊 所以 凡事 大家做一下功课 去规划就好 你不用一定很追求 说我一定要 啊 每一次都做对 每一次都猜对 我不需要 啊我们在股市比的是气场 啊大赚小赔就可以了 那 无敌大分享的 跟我分享的 还有其他高手分享的 其实我们看法 以目前来讲 其实都差不多 啊 9月24号的低点 没有破是买一点 啊 可是如果破了 啊 可能事情就真的比较大条 好我们来回归看一下 那个 加权指数 哎 讲台股之前啊 讲台股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股 好不好 先来看一下美股 美股等一下再看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雅股好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道琼 好 拉搭一点 好 道琼 等一下接奖 然后 废半 废半看一下 废半也是一样啦 高档盘间 啊 因为现在夜盘是跌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美股我们先不看啊 我们先看一下 雅股的部分 雅股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叫做韩国 叫做韩国 我看一下 日经 日经可以看一下 好 日经呢 今天其实也是一样啊 这边有一个 跳 跳空缺口 啊 那 我记得好像今天有跌 不重要 我们看一下韩国 好 来看一下韩国 韩国今天就技术名而言 大家特别留意啊 我有跟大家讲 雅股里面跟台股最相关的 就是韩国 可是大家没有发觉 韩国 他的技术 现行已经率先干嘛 他已经率先 我们 我们 台股还在 还在混 对不对 你知道 韩国 已经率先这边跌破 近几个月 近这边 这边是几号 8月23号 他已经跌破 近一个月的低点了 那 今天啊 今天他是强势这边 已经快要跌到前面的警线区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以目前这样的国际情势啊 美股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跟雅股最相关的 就是韩国 就是韩国 所以 这边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韩国如果率先来年限的话 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台股现在在哪里 台股现在加权指数 半年限在17181 我们年限在哪里 我们年限在15949 我们年限在哪里 我们年限在这啊 15949啊 我们年限在15949啊 所以呢 如果10月份 10月份 应该9月底 10月份的话 韩国如果率先来测 年限的话 就要特别小心了 就要特别小心了 其他国家我们暂时先不看 我们先看韩国就好了 那 一样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美股 我们直接看一下美股的期货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小道琼 那道琼呢 古代有跟大家讲 这一根黑K 应该都这一根啦 这一根 古代在这边有跟大家提醒 我说34000 是一个非常关键重要的一个分水力 只要站上你空单就干嘛 就停力嘛 空单就停力 所以呢 这边你大概可以停力在这边 停力在这边34000附近 或者是收盘价附近3415X多 那后来随即喷了几根 喷了几根 那现在夜盘还没开 古代不知道 古代不知道 那 我有跟大家讲过 你这边 喷上去 这边就形成一个假跌破 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未来绝对不能再跌破 跌破哪里 这一根的高点是多少 这一根的高点是34413 34413 我们取一个整数价位 这一根的低点叫做多少 这一根的低点叫做34148 34148 那这一根的高点叫做34319 好 大家稍微记一下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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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未来它再跌回来 不能跌破34000 你大概可以抓个 34350点左右 34350点左右 34350 它接下来回跌 不能再跌破这边 因为跌破 再跌破等于是什么 这边所有的记线 大家去看一下 五日现在扣这边 十日扣这边 二十日扣这边 然后呢 记线扣这边 所以呢 这边啊 它如果再跌回来的话 等于是遇到反压就回跌 遇到反压就回跌了 极短线而言 这边会形成重重的压力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记一个关键的数字 可能就是34350 34350稍微留意一下 日线不要实质的跌破 因为实质的跌破代表什么 这边拉其实都多拉的 都是多拉的 那再看一下那个 纳斯达克 给大家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呢 今天蛮关键的 今天蛮关键的 为什么说今天蛮关键的 应该是说啦 9月底 全球股市都要收月首 非常 未来是 礼拜三跟礼拜四 礼拜四 这一天非常的关键 三跟四非常的关键 因为啊 大家不要忘记哦 我有跟大家讲 纳斯达克 每股通常有一个惯性 就是无事不成立 它拉三 拉三跟上去之后 现在又回跌 那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这边你把它想成是一个 假设未来真的在跌破前面 这个低点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一个 很标准型的下降三法 所以就极短线而言 大家 我觉得四五两天 就废半跟纳斯达克的 线行要特别留意 要特别留意 因为纳斯达克 这边再下去 什么都不用看了 第一个一定会先来碰半年线 它一定会去碰半年线 所以就极短线 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跟小心 特别留意跟小心 那 这边没有破 确实是买点 大家去看一下 目前 目前道琼已经先率先来碰半年线了 对不对 道琼现在已经率先来碰半年线了 啊 那个 干嘛 纳斯达克还没 纳斯达克还没 所以就极短线而言 精明两天 观察一下纳斯达克 他这边要马 要赶快重新再涨回去 不然其实 如果在下行的话 基本上前面这个支撑不是撑 前面的撑不会是撑 会直接下来 会直接下来 好 我们看完整个美股之后 我们再回头过来看一下台股 台股呢 以今天收张的线行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一根叫什么 这一根叫破 那古泰有跟大家讲啊 从9月15号这根破完之后 古泰有没有跟大家讲 古泰不买股票了 对不对 然后勒 四五两天 古泰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私心 古泰认为私心收黑K嘛 所以呢 果真收黑K 黑K完之后勒 隔天跳水400点 四五百点 古泰有跟大家讲 没有看到工之前 你都不要乱买 对不对 好 你什么时候看到工 昨天 这个是上礼拜嘛 然后上礼拜 好 你是上礼拜 今天礼拜二嘛 你是上礼拜五看到工 对不对 你是上礼拜五看到工 好 工完 昨天有没有跳空开高 而且昨天盘中 那个高点撑很久 昨天他是干嘛 昨天他是跳空开高 急杀之后 然后又拉 然后在这边撑很久之后 尾盘又回跌 稍微回挡一下 好 那 基本上啊 古泰呢 在这边分享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跟大家讲了 下周 也就是这礼拜 延续上礼拜的反弹波 可是要留意 9月24号的低点不能破 破手工 所以你大概会买在上礼拜五 那你会发觉哦 最近很强 尤其是今天 很强的强势类股 今天都忽然一根中错 黑K 突然就是一根中错黑K 所以呢 这边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一根黑K 还记得这一条蓝色线吗 这一条蓝色线 古泰什么时候画的 很久之前画的 昨天碰线之后 反压 然后今天直接跳 往下跳嘛 那特别留意 古泰有跟大家讲 不管怎么样 未来你不管盘怎么样 9月24号的低点绝对不能被跌破 9月24号的低点绝对不能被跌破 它今天盘中有稍微破一下又拉起来 可是这拉起来是拉真的还拉假的 我们看一下今天收盘价 今天收盘价是要收181.44 今天的TMG在1180哦 所以今天还是什么优 今天是多头占优 可是这里的多头占优 力道没有很强 力道没有很强 那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 两个一定要中而去看 我相信啊 大家都知道今天是破手攻 攻手破里面的破 可是破 它同时又是多头占优 古泰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 多头占优 隔天 就算跳水 还是容易会往上交代嘛 或者是撑在这边嘛 对不对 可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它今天还是破 一个叫破 一个叫做多头占优 所以咧 大家一定要去想哦 我如果今天是破 又是空头占优的话 两项指标都是空嘛 所以咧 通常隔天会很惨 可是它今天是破 然后咧 可是又是多头占优 所以呢 基本上杀伤力就不会那么强 可是重点还是在谁 还是在破手攻里面的破 麻烦大家 就是大家 综合去看 破手攻攻手破 这个是绝对优先 绝对优先要去考量的这件事情 只要它破 你基本上多单 就不要看得太多 你不想全砍也没有关系 至少减码 这是第一个 古代在看行情 第一个一定是先看破手攻 第二个在看谁 看多头占优还是空头占优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呢 以今天的行情而言 加全指数今天是破 然后咧 多头占优 今天是破 外加多头占优 今天很刚好的一件事情 它有破924的低点 测完之后再回测 再拉起来 可是这尾盘拉起来 坦白讲 力道不够 力道不够 还是弱势 还是弱势 所以就极短线而言 反正古代有跟大家讲 古代的10月份的空单 连补都不补 基本上古代就是来回 干嘛锁一下价差 来回锁一下价差 可是基本上古代锁完价差 还是空回来 还是都空回来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的单 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不管你是做什么交易 你要跟单还是跟谁的单 跟哪一个分点的单 哪一个操盘手 或者是哪一个群友 网友随便你 古代只要跟大家讲一句话 周期麻烦你搞清楚 就长线而言 长期趋势而言 现在都还是在多头架构 没有错 可是我有没有跟大家讲 就极短线而言 现在是长线多头架构里面的下行坡 我一直有跟大家提醒 为什么我10月份的空单完全不补 我干嘛补 你今天事后回头看 你会觉得是我对还是你对 对不对 那一天下沙400点的时候 古代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我空单加嘛 加谁了嘛 我是加10月远月的空单 听得懂吗 我有跟你们讲哦 我有说什么 我有说什么 我说干嘛 我周选空单回补哦 周选空单回补哦 对不对 周跟月 麻烦大家搞清楚 对不对 啊现在干嘛 你事后回头看 古代的操作 逻辑 正不正确 节奏对不对 对吧 当天急杀 所以咧 周选空单回补 我额外再买周选的扣去做对手哦 结果周选的扣 大家去看一下 当天的收盘收925 我们不用买最低啦 我直接用收盘价跟大家做分享 当天收盘收16925 喷到昨天 335 涨了几点 涨了400点 涨了400点 对不对 我用周选的扣 去 干嘛 去锁这400点嘛 啊我远越的空单被嘎 对不对 我远越的空单被嘎嘛 啊所以咧 所以咧 我周选这边空单回补 周选的多单啊 可乐回补之后 我月选 你现在事后回头看 现在的夜盘 你现在事后回头看 我的月选的空单 是不是还是赚钱 也就是说 我现在月选的空单的成本都在这边嘛 没有变过嘛 没有变过嘛 我月选的空单的成本都在这边嘛 可是呢 这击杀400点的时候 古代的周选空单 先回补嘛 回补之后反手 买周选的可乐 赌这个反弹嘛 对不对 可是我 原本的部位 月选的空单是不是都在这 所以事实证明是对 我一直有跟大家提醒 一直有跟大家提醒 周跟月 周期搞清楚 为什么古代的远月空单都不补 我有跟大家讲过嘛 你看哦 我如果这边补掉 今天下跌 你的单就会被洗掉了嘛 古代有跟大家讲 所以交易周期 非常的重要 交易的周期 非常的重要 你不要看到人家说 人家说要买葡萄 你就跟着买葡萄 啊你 你要问一下嘛 他的葡萄到底是买什么时候的嘛 对不对 古代就跟你讲 我买10月的嘛 10月离结算日还有几个月 还有一个月嘛 10月结算 第一个第二个 诶 10月20号 我古代的葡萄才要结算 对不对 你这边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可是你周选就不一样 你周选是明天就要结算了 所以 麻烦大家搞清楚 很多人说要放空放空 对啊 你到底要空什么 你的周期是什么 麻烦大家搞清楚 你拿月选的葡萄 然后在这边那边乱做 对不对 你说你被咔 你说你被咔 干我屁事啊 对不对 啊你拿周选的 对不对 古代说葡萄是空月选 啊结果你跑去空周选了 啊这两天被咔400点 怪谁 所以古代常常有跟大家讲 你交易周期 像那个谁啊 经验 今天是不是大跌 古代跟你们讲什么 我说满足区在211嘛 对不对 啊涨上去当然啊 涨上去不知道要涨多少嘛 对不对 啊今天回跌了耶 古代那时候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六四一一的经验 我说就极短线而言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我说就极短线而言 六百一一是初步的满足区 对不对 啊再涨上去 当然有啊 可是再过几天 他可能就会干嘛 就会回来再测一下满足区嘛 对不对 可是你是做极短线的 你可能做葡萄冲要干嘛的 你空点不好的话 你连续嘎这两天 结果呢 你空单回补 刚好回补在最高点 然后今天又给你得逃再下来 所以古代常常跟大家讲 交易周期非常的重要 交易周期很重要 好不好 一个是月 一个是周 或者是 一个是做两个礼拜的 一个是做隔日冲 你要搞清楚重点 啊 到底你是做什么样的周期 你的时间 你的空间是什么 搞清楚 古代就很直接跟你讲 十月份的空单就是不补 为什么十月份 谁可以跟我讲一下 为什么我十月份要补 为什么我十月份要补 对啊 你拉长线去看没有错啊 他现在还是多头的架构嘛 上升趋势嘛 对不对 啊说难听一点啊 上升趋势 我们如果取钱几次 其实也算破了 只是因为他后来 这边又多打了两只脚 所以呢上升趋势要重化 那重化呢 他就 干嘛 正因为 他上次有把这两个脚 再打开 再往下打 所以目前的收敛会变得更大 可是更大 他有办法改变 他现在还是下行坡的趋势吗 他趋势没有改啊 他现在还是在走下行坡啊 对不对 所以咧 为什么我古代空单要补 而且我又没有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我说 古代的月选空单什么时候要回补 我说他除非打到357嘛 打到378嘛 你要补再来补嘛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9月27号的昨天礼拜一 最高点打到多少 17335耶 他最高点打到17335耶 有碰到古代的357吗 有碰到古代的357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咧 干嘛补 干嘛补 你昨天如果因为 啊 古代说 17357被站上去的话空单要回补 然后咧 昨天最高点多少 17335 有碰到吗 没有 然后咧 你自己就被先下出场的 你刚好回补在最高点 然后咧 今天大跌 啊如果从下个礼拜开始 一路跌 一样嘛 走一个下降三法 下跌 反弹 再下跌 再破底 你刚好干嘛 做多 刚好干嘛 你做多刚好做在最高点 你停损 做空刚好停损在最高点 他就没有到嘛 没有到你干嘛 干嘛走 你干嘛走 你干嘛走 大家去看一下我葡萄的价位 今天的价位你绝对买不到啦 对不对 古代是实战交易派的 我就是实战交易 就给大家看嘛 对不对 所以咧 所以咧 麻烦大家搞清楚 古泰的规划都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357这么重要 为什么357这么重要 为什么378这么重要 他就是法人的换仓成本 昨天连 连打都不来打 连弹都弹不到 你干嘛空单回补 你在怕什么 对不对 啊古泰一直有跟大家讲 十月份 古泰为什么空单都不补 啊坦白讲啊 你要叫我补什么啦 现在是不是干嘛 下行坡啦 现在是不是下行坡啦 很多人都觉得说 哎这边是干嘛 三尊头还是什么挖隔头 随便啦 然后勒 有人说头肩顶嘛 也有人说头肩底嘛 啊所以咧干我屁事啊 古泰就很直接斩 你不用管他是顶还是底啊 你只要记得两个价位就好了 357站上就是做多啦 就这么简单嘛 357站上就是做多 378站上就是做多嘛 只要跌破 现在都是空方趋势 你要买什么嘛 你到底要买什么啦 啊讲完了啊 你还在那画线 三尊头肩底 头肩顶 没有那么多形态可以学啦 好不好 就两条线 站上你就给他做多就好了 我已经跟你讲 十月份法人的换仓成本就在375嘛 你375站稳代表什么 法人做多嘛 你就给他做多嘛 啊375 干嘛 跌破375 你就可以笃定法人在做空 啊做空就被拉高空 啊就这样而已啊 你说今天大蝶干我屁事啊 对不对 啊就这样而已啊 而且古泰很 直接跟你定掉哦 我说是反弹坡 我不是跟你讲回声破哦 我是跟你讲反弹坡哦 对不对 啊你说今天大蝶意外吗 一点都不意外 好不好 啊所以接下来怎么看 总结了哦 总结了哦 讲那么多干的话 总结了 今天叫做破手工工手破里面的破 可是破里面呢 今天呢 他还好 啊有收上 一块 啊收上一块四 基本上 坦白讲 啊 破 站的力量比较大 啊 那虽然他今天是多头战流 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啊 明天啊再特别留意啊 接下来如果他再破 一百三 啊 再破一百三 代表什么 这这一阵子都多拉的 好不好 这一阵子都多拉的 除非 除非 破完 再重新 站回去一百三 你这边可以去抢一点多担 啊 可以去抢一点多担 反正这边也是一样啦 破 就是干嘛 就是 挺准嘛 啊 只要站回去 只要一站回去 你就是买 一线之隔 啊 就看他什么时候破 什么时候站回去 啊 站回去你就做得多 站不回去你就放空 啊就这样而已 啊 古泰的解盘超简单 好不好 你也不用那边担心哦 头肩底 头肩底 沙拉花哥 啊 都不用 两条线给你啦 三五七 跟三七八站回去 要做多都来得及啦 好不好 就这样啦 讲完了还是要讲什么 啊 OK 然后TWMD自己看 然后明天特别留意哦 啊 礼拜四要守月守 月守要 要守17254 17254 今天收盘收多少 281 今天最高点是286 也就是在礼拜四 礼拜四 你如果看到 加权指数 守不上254 啊 你如果看到加权指数 守不上254 10月份麻烦大家小心 再小心 啊 我直接很斬钉截铁的跟你讲 10月份 如果站不上17254 也就是说 9月 9月30号 因为明天古态不录影嘛 我直接先跟你讲答案 我直接先跟你讲答案 9月30号 如果站不上17254 啊 10月份 大家要小心哦 就要小心哦 我已经跟大家提醒哦 今年的8月份 我已经跟你提醒了哦 连叠13天嘛 我7月30号就跟你讲 8月份要小心 你不信嘛 连叠这13天 刚我屁事啊 一样哦 9月30号自己小心 啊 只要9月30号 站不回17254 啊 大家就自求多福 10月份 小心 啊 10月份小心 OK 好不好 啊 你说美股今天晚上会怎样 我也不知道 好不好 反正 咱们边走边看 啊 OTC 今天破了没 破9月24号的低点没 破了嘛 对不对 破了嘛 所以咧 今天要做什么单 今天你会发觉很多 这阵子的强势股 不知道金燕啊 奇弘啊 有的没的 今天都忽然杀一根 好 那 这种忽然杀的可不可以避免 大盘今天跳空破哪里 今天跳空是不是破TD 对不对 今天跳空都破TD了 所以咧 强势股 第一个 你优先要干嘛 很多人哦 不会看大盘 觉得说 哎 大盘都跟你的股票没有关系 好 很多人都这样认为 好 如果你今天 看到 加权 贵买跟台子期 开盘 没多久都破TD了 你第一件事情要干嘛 股票减码嘛 这么简单 对不对 股票减码嘛 他够强 尾盘又再拉回来 你再买回来就好了嘛 金燕 今天是不是打完会跌停 对不对 奇弘也是一样嘛 很多人会说 为什么要杀这么深 哦 是因为那个什么 大陆那边断电 什么 干我屁事啊 大陆断电到底干我屁事啊 停电到底干我屁事啊 人家开盘就告诉你了嘛 对不对 啊你讲那么多废话干嘛 看那么多新闻干嘛 开盘点位就告诉你了嘛 古代常常有跟大家讲哦 我不管你做什么股票 买哪一档股票 随便 大盘永远摆中间嘛 今天大盘不好 所有股票一起杀意外吗 一点都不意外啊 除非你的股票 你就很 你就很笃定的 你就很lucky的 你做的股票 都是跟大盘联动 不联动的 都是跟大盘不相关的 对不对 大盘在抢的时候 干嘛 你的股票就一定涨 大盘在跌的时候 你的股票还是涨 你如果有做到这种股票 天选之人 你真的是天选之人 古代自己选股 都没有办法这么神的 所以你今天 大家去看一下加权指数 这个是贵买哦 这个贵买哦 第二根5分k就破TD了啦 9.5分就破TD了 所以你股票要干嘛啦 你去看一下3017的奇红今天在干嘛 啊 啊是不是 啊是不是啊 几根 第四根 9.20分就破TM了 我说TM之下要干嘛 TM之下谁比较强 空方力道强嘛 空方力道强干我屁事啊 你是不是可以出外早上 你发掘大盘 不论加权贵买跟台子旗 全部都破TM 破TD的时候 你优先就可以先处理的 对不对 你不处理也可以嘛 解码嘛 尾盘再买回来嘛 价差多少块 6411的经验是不是一样啦 啊是不是一样啦 6411的经验开盘就破TM了 所以咧 你说杀成这样意外吗 一点都不意外 所以古泰友跟大家讲啊 TM在哪里 你看一下隔天开盘的位置嘛 开上TM你就做得多嘛 偏多思考嘛 啊开下TM耶 就干嘛 就停利啊 你可不可以先出早盘 出一趟 尾盘再接回来 诶 价差几块 这边17块 这边200块 诶 一张差17000 一张差17000 你买个两张就一个月的薪水了 空个两张就一个月的薪水了 还在那边跑福片达 对不对 啊讲完了是要讲什么 对不对 加权第一 第一根5分k就破TD了 啊是要讲什么啦 你跟我讲说你今天来不及跑 你跟我讲说你今天来不及跑 怎么可能啦 台子棋开盘就直接破TD了 所以勒 讲完了 所以呢 没有跑不掉这件事情 古泰友跟大家讲 没有跑不掉这件事情 好 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做最后的统整啊 TVMD你们自己看 好不好 TVMD自己自己看自己使用 加权指数 今天叫做破手工里面的破 今天叫做破手工里面的破 虽然他是多头占优 可是破的力道比较强 破的力道比较强 留意 一样看法不变 9月24号的低点如果灌破 什么都不用看 目前还是下行趋势 还是在下行趋势 除非破完他要重新站回去 你这边要小抢多我没有意见 好不好 好啦讲完了 OTC也是一样 OTG 啊不 OTC 忽然 打 OTC呢 今天也是破手工里面的破 坦白讲啦 只要看到破 我有跟大家讲 就是多单减码 甚至你要反手放空我都无所谓 啊 OTC今天干嘛 你知道吗 他破完之后同时又破什么 又破924低点 对不对 所以大家 一样 股票 手中有股票要稍微小心一下 我可以称指数哦 今天的加权 他是多头占优 可是你会发觉 股票跌得稀花啦 为什么 为什么 啊 指数称好看的嘛 重点还是在谁 重点还是在OTC啊 所以嘞 啊 OTC先破了 啊 我有跟大家讲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924的低点破 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什么 前阵子在拉假的嘛 对不对 除非 他未来四五两天重新站回去嘛 好重点来咯 礼拜四 礼拜四 月首要首21282 今天收盘收21059 啊 今天收盘收21059 所以就极短线大家特别留意 礼拜四之前 也就是礼拜四当天 你要看到他重新站回21282 只要站不回去 10月份 大家请务必 这句话我不知道讲过几次了 8 8月份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啊 8月份我一直在跟大家提醒 连点13天 坦白讲啊 我7月30号就跟大家讲 一样哦 一样哦 礼拜四 你如果看到 看到 贵买 没有站回去 21282 一样 请大家10月份 请小心 这句话 我先跟大家提醒 有站回去 那当然好啊 当然好事 没有站回去 自己小心 我 先跟大家预告 先跟大家预告 OK 好 那D5MD大家自己去看 啊我有跟大家讲嘛 一样嘛 加权叫做什么 357跟378嘛 啊贵买叫做什么 21488嘛 没有一个站上 你空单干嘛回补 你10月份的空单干嘛回补 好 看一下敬月哦 看到这种K棒陷型啊 这个不用怀疑 今天就是多头占佑 啊 今天收170嘛 对不对 TMG在123 今天是多头占佑 没有错 可是不要忘记 啊 不要忘记 他今天还是干嘛 还是破手工里面的 破 这样看得懂吗 看得懂吗 所以呢 破的力道 比 谁占佑还强 你看夜盘现在跌得稀里啪啦 啊 所以呢 麻烦大家搞清楚 那D5MD大家自己看 今天的TMG在 2123 好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日盘的乐手叫182 日盘的乐手叫182 今天的TMG叫123 好 我们看一下全日盘 全日盘呢 全日盘呢 乐手在179 刚刚日盘 刚刚日盘是多少 182 所以呢 麻烦大家用最高的去看 182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礼拜四之前 礼拜四当天 台子旗 收不上182 也是一样 10月份自己小心 我已经讲了 我已经先跟大家预告 礼拜四 如果台子旗 你看不到 他手上182 那很抱歉 十月份 自己请小心 自己请小心 好不好 古台就讲到这边 那 今天的TMG在 刚刚 刚刚是多少 我们再看一次 直接用写的 好了 刚刚月的部分 一个是182 一个是179 一个182 一个179 TM区呢 全日盘在153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日盘 日盘 日盘 日盘在123 所以呢 大家就这样看 好不好 明天的TM 先跟大家讲 很多人不会看 我先教大家怎么看 明天的TM区 第一个先看日盘 123 然后呢 刚刚 全日盘叫153 所以明天的TM区在哪里 123跟153 站上才可以看多 站不上 拉高都是空点 啊这样听得懂没 讲完了 然后呢 月的部分 月的部分 一样 179 跟182 179到182 月手的部分 好 古代讲完了 好 讲完了 你也不用那边看东看西 啦 就这样 好不好 很简单的一句话 礼拜四 加拳 要守哪里 再复习一次 再复习一次 礼拜四的加拳 要守哪里 要守254 17254 啊 礼拜四的OTC 要守哪里 21282 啊 然后呢 然后呢 礼拜四的台子 旗要守哪里 182 解完了 啊 这次在解 9月底 啊 9月底 啊 10月 10月的行情 啊 那 TOMP 大家就自己看 好不好 好 古代分享完毕 哈哈 好 古代分享完毕 好 那 目前 古代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 古代的10月分空单 我就是不爽補啦 我就是不爽補啦 很多人哦 这几天反弹 就全面看多了 啊 坦白讲啊 你就是看掌说掌 看跌说跌的 干嘛 分析师而已嘛 对不对 大家都嘛 这样看 都要涨就涨 啊 涨 涨了就看多 啊 跌了就看跌 啊 做单没有干嘛 没有自己的组件 麻烦大家搞清楚重点 我一直有跟大家提醒 长线而言 现在确实还在上升架构 可是不要忘 今天一直在 不要忘记 现在是 长线 多头架构里面的 下降 上波 我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我一直有跟大家提醒 我十月份空单就是不补 为什么不补 我说战上357你再来讲嘛 你再来叫我空单为补嘛 昨天最高点打到多少啦 昨天最高点才打到多少 昨天最高点才打到多少 打到335 打到335 现在夜盘17018 现在夜盘17018 坦白讲啦 300点啦 一天就300点了 你如果回补停损在昨天最高点 你现在回头看一定很干 为什么 谁叫你啊 谁叫你乱补啊 你怕什么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会怕的就是乱作单啦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会怕的就是乱作单 为什么 古泰的月选为什么可以抱的这么稳 啊我就跟你讲嘛 还有一个月后的事情 你在怕什么 你在急什么 啊急跌 周旋就回补嘛 啊回补买周旋的可乐嘛 是不是在在在赚一次400点啊 啊赚完之后咧 古泰就没有在做周旋的空单了哦 因为干嘛 你原本的跌的就月选的空单 你已经有布啦 所以咧 就看戏了嘛 对不对 操作就是这样 周旋搞好嘛 搞清楚嘛 你到底是做什么交易嘛 张天儿懂吗 古泰呢 已经把自己 分享的一些 逻辑 然后都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很多投资朋友 都会不知道 现在这档股票 到底要涨要跌 那我就访问大家一件事情嘛 你做什么交易嘛 你如果是做长线的 你说台积电现在是不是适合投资 长线的当然啦 台积电OK啊 以现在这个价位 台积电可以啊 可是咧 就极短线而言 假设我看到下个月就好了 下个月我大盘整个看空 你觉得我会去买台积电吗 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大家懂个意思吗 所以麻烦大家搞清楚重点 你今天做的交易到底是什么交易 你如果说做非常长线 你要存股啦 你说台积电现在可不可以买 对不对 我不反对啊 对不对 可是咧 我已经看到未来 我已经看到10月 看到11月 就极短线而言 我这边不会去买 我说不定还跑去放空 对不对 从长线的角度 从存股的角度 我可能去买 买什么 我可能做多啊 可是就短线的角度 他确实是空啊 大家懂的意思啊 所以麻烦大家搞清楚 我们就举这4天就好了 这4天里面 极短线这一天 如果大家有清楚有看到的话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我买周旋的可乐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他会坛嘛 我赌他会坛嘛 极碟本来就酝酿极坛嘛 对不对 所以我赌他会坛嘛 3天嘛 对不对 然后勒 三天 这边喷了三天 你可不可以干嘛 周旋 你就可以干嘛 多单 可乐 你就可以回补了啊 回补了 今天又下跌 换谁 换谁接力 换月选的空单接力嘛 啊你是不是 下来也赚 上去也赚 啊这样是不是很好 皆大欢喜 这样是不是 一样皆大欢喜 就这样而已啊 你说做单很难吗 啊不就这样而已吗 好不好 那现在夜盘 啊今天看 如果今天不收缴 可能就明天大家就自己小心了 明天开盘应该就万六件了 啊 如果今天不收缴 明天开盘应该就万六件了 啊 所以呢 谷泰有跟大家讲 谷泰呢 做什么单都会事先的跟大家分享 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十月份的空单 我就是不想补 啊不然你想怎样 对不对 你如果这几天反弹 呃很开心啊 跑去欧印的那是你家的事情嘛 对不对 你做长做短 你要搞清楚嘛 极短线的反弹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十月份我还是看空 我不能先弹个四五百点之后 再下杀个三千点 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 很多人呢 都会干嘛 搞混啊 周期会搞混 对不对 啊 你看哦 你如果是 就是谷泰说空月选 你跑去空周选的 你被嘎这四百点 你一定受不了 尤其你是做选择权的 那个快归零了 你一定受不了 你一定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麻烦大家搞清楚 你到底是做什么样的交易 对不对 谷泰 干嘛 都会先分配好 我到底哪一笔单 哪一档股票我是做长线的 哪一档股票我是做短线的 你搞清楚嘛 那像台子棋 台子棋就很好配啊 就很好配嘛 一个叫月旋嘛 啊一个叫什么周旋嘛 啊我 短线看他反弹 长线看他走空 那我就是空月 然后呢 短多走嘛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好啦 看今天会不会收缴 啊如果不收缴 就明天大家万六见 明天大家万六见 OK 那一样 我刚刚是不是没有po到 日盘 日盘的TUMD 大家就自己参考 日盘的TUMD 日盘的TUMD 大家自己参考 那全日盘 全日盘 全日盘 看这个 看这个 看这一根 看这一根 全日盘看这一根 大家就自己参考 古代 已经刚刚已经有分享了 就这样 今天呢 我们就大概分享在这边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美股 美股啊 特别注意纳斯达克 特别注意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呢 如果他 连续这两天了 确定把这个K棒低点 跌破之后 什么 其他都不用看了 好不好 道琼基本上也会回来 道琼基本上也会回来 好 所以呢 等下大家就自己 自求多福啦 自求多福 十月份 暂时性的 骨太 没有看得这么乐观 十月份 骨太暂时性 没有看得这么乐观 OK 啊你说 会不会明天 或者是后天 直接来个四季大反转 又直接V上去 啊V上去再说嘛 就跟台股一样嘛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加全没有战上 三五七 我空单都不补啊 我干嘛补 补什么 你要补什么 你可以跟我讲 我要补什么吗 对不对 今天下跌 昨天跟今天 诶 差了快四百点了 诶 没有啦 三百点 昨天到今天 已经差 以棋子而言 现在的台子棋 台子棋而言 已经差了快三百多点了 三百多点 一口小台五十块 一口就差了多少 一万五 你如果做一口大台 一点两百块 三百点 你一口就差六万了 所以 麻烦大家 搞清楚 周期定好 你才可以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样的交易 反正明天就观察一下 看一下今天 今天呢 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 点数贡献占比 今天涨最多的台塑化 台塑 南亚 南亚科 雅德克 台化 国泰金 论泰星 中信金 论泰拳 古泰昌有跟大家讲 破手工 你看到破 第一时间 不管三七二十一 你不想全走也没关系啦 你只要看到破 减码就对了啦 减码就对了啦 对不对 我给大家看一个长龙嘛 我是不是有给大家看过 来看一下 二六零三的长龙 我是不是有给大家看过 二六零三的长龙 来给大家看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看这一段就好了 给大家看这一段就好了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这一路以来 这一路以来 你看一下从这边 这一根以来 这一根是破 对不对 我说破 就不要买嘛 看到破就不要买 看到工你在买 你买可以买在这边嘛 然后咧 就一路攻嘛 没有看到破 你就续续爆 这一根是破 破完之后 隔天瞬间变成攻 代表什么 前一根破假的 破假的隔天攻更要追 攻 攻 攻 这边没有讯号嘛 所以咧 续爆嘛 攻 攻 没有续号就续爆嘛 续爆续爆续爆 这一根是破 破你就出嘛 啊我说破完之后 你就不要再买了 看到弓在买 看到弓在买 破了 这一天 一定很多人跟你讲说 啊 那个很强啦 不用紧张啦 买了就对了 然后咧 就一路下 我有跟你们讲哦 看到破 破完没有看到弓都不要买 对不对 啊就这样啊 就啊一路下行 这一根继续破 为什么这边破完 这边继续破 破 人家在干嘛 主力在干嘛 空单加码 你看 破破 加码完 一样 前一根破嘛 破完之后隔天转弓嘛 代表前一天破假的 啊破假的给他买回来嘛 买回来 你是不是可以多赚这两根 啊这两根赚完之后隔天又破嘛 啊破就不要买嘛 不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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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么时候可以买 这一天买 啊讲完了啊 你说你海运会套在最高点 刚我屁事啊 对不对 你说你海运会套在最高点 坦白讲刚我屁事啊 对不对 就这样而已嘛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 论泰权 论泰星 包括今天的经验也是一样 是不是都破 骑鸿今天也是破啊 啊所以勒 骑鸿今天是不是破 骑鸿今天是不是破 啊破就走啊 看到公再买回来就好了嘛 你急什么 你急什么 对不对 啊就这样而已啊 有什么要讲的 好 这是大家自己看 啊 然后台积电 啊 长龙 富邦梅 杨敏 长龙呢 原本是在我们的 这礼拜的多方 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大盘现在市场决定 啊 市场现在的氛围就是 超级短 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台子企业 未屏障口述 很多人在那边讲嘛 对不对 昨天台子企的空单空多少 对不对 昨天的台子企空单 干嘛 一次增加几千口 对不对 很多人都在讲啊 我也知道啊 我也是听别人讲的 谷太没有在跟你在那边看口述的啦 谷太有跟他讲啊 谷太没有在跟你 你什么时候听过谷太解盘 跟你在那边讲 台子企的未屏障口述 没有嘛 啊谷太听一大堆人讲嘛 对不对 你知道今天 外资空单回谱多少吗 对不对 昨天空完今天回谱 啊今天回谱 啊现在夜盘要继续跌 啊我跟你讲 明天又继续空 追高杀滴而已嘛 坦白讲的追高杀滴 现在连外资都做这么短 你 说你这边要做一个非常长线的波段 太难了啦 真的太难了啦 好不好 所以呢 谷太有跟大家讲 基本上人家法人怎么做 人家大户怎么做 咱们就跟着做 跟着他 连法人外资都做这么短了 你觉得我们一般小散户干嘛 你不跟他一起 跟着他的节奏 你怎么可能赚得到钱 对不对 好啦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今天很多都破线破光光了 对对 连殿 万海 大力光 继续破 继续破 国际 也快了 连勇 也是 短期间大家就自己想 然后今天贵买 贵买今天 涨最多了 世界 月丰 风缩和 姓国 茂达 创尾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啦 然后今天普瑞 普瑞也是一样 你看 你看 这个啊 最近很多都这样 所以麻烦大家 像今天这一根怎么躲掉 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怎么躲掉 今天这一根忽然 前面没什么异样啊 隔天直接 今天开盘直接往下干 怎么躲掉 谁可以跟我讲 讲完了嘛 大盘第一根5分K 开盘 台子棋贵买跟谁 加权指数全部都破TD 第一时间 不管三七二十一啦 所有股票全部干嘛 减码啦 你要做波段的 你怕卖错的尾盘再接回来 你是不是可以赚啊 诶 一张差一百块 哇操 对不对 你如果早上 开盘在这边 开盘在这边 你早上卖在一千九了 收盘收一七九五 一张差一百块 好不好赚 好不好赚 超好赚 超好赚 所以咧 古泰有跟大家讲 大盘优先 你真的什么都看不懂 你就是干嘛 古泰每天都有分享大盘的TOMD 你就看大盘 开盘就破了 好破 咱们就空单 咱们就多单减码 你不用全部出清 这些没有关系啊 多单就减码就好了 减码就好了 收盘再来看嘛 咱们卖错了 再买回来就好了嘛 你担心什么 你今天 如果干嘛 乱枪打朗 随便都给他卖掉 尾盘你会笑呵呵 你会很感谢 靠 原来跟着大盘 跟着操作 是这么样的幸福 因为你都卖在几乎最高点 尾盘 你如果有 够有资金的 尾盘都甜甜价 尾盘都甜甜价 随便你 随便你怎么买 你爱怎么买都给你怎么买 OK啊 你像经验 坦白讲 对不对 中美金 利旺 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一下 古代今天不讲 然后呢 这是多方选股 今天帮大家选的 可是以现在这个盘 我不建议大家去乱追哦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 好不好 自己去看一下 然后呢 外资投信 目前偏空的 今天选的这些 你看台军 破底 破底 顺德 顺德 差不多要去了啦 差不多要去了啦 郁金光 也是哦 大力光 郁金光 双双破底 全金 奇邦 蓝帽 合金 GIS 大成钢 钢铁 我已经跟大家讲 小星 盛群 华逊 金星科 细创 定盈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啦 古代 你看 日月光 靠原本来这耶 几天时间不见就变这样了耶 所以麻烦大家搞清楚啊 就是 破线的 该走就要走 该走就要走 你不处理就等着被市场处理啊 中钢也是一样 星光钢 这个大家就自己要小心啊 OK啦 好啦 大家就 空方标地价很多啊 所以我有跟大家讲 10月份 古代的空单都不爽补 我就不爽补 就是不想补 看一下外资今天买最多的是谁 今天买 买什么 今天买最多的是富邦美 有没有搞错 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外资今天买最多了 搞错搞错 联发科啦 联发科今天买最多 然后台聚 南雅科 国泰金 香硕 中兴金 金融股是不是又回来了 金居联帽 音业打台说话 OK 然后呢 卖台积电 长龙 红海 万海 联电 扬明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啊 古代就不特别跟大家分享 然后看一下今天的投信 今天投信 看一下今天投信买什么 今天投信买台说创意 创意500大关 尊重他 好不好 尊重他 友达 群创 华夏 华夏很强啊 也是我们的卧射 伟权店 台积电 爱浦 新唐 南雅科经济 那今天卖超最多的是翔索 翔索也是蛮不错的 日月光 长龙 中钢 联帽 童心店 信华 星星 锦硕 好了 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啊 很多 很多 基本上都是蛮好的空方标的 很多了 古代刚刚刷了一轮 OK 然后这个是 百元中关的 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给大家看一下人气六党 人气六党呢 今天只有选了四党 选了四党 TUMD大家就自己参考 人气六党 特别留意啊 就是高舟转绿 超多人在当中 什么叫做高舟转绿 也就是说 想买的人很多啊 想卖的人也很多 也很多 那真正想要流畅的人 没有很多 没有很多 所以呢 基本上 人气 坦白讲 就是在赌 就是在赌 赌什么 谁是最后一只白老鼠 到底最后的筹码 落 花落谁家 花落谁家 所以呢 你手脚快一点的 我觉得这些都很好做 这些都很好 手脚慢一点的 你可能就要 变成 变成股东 好不好 OK 好 看一下投本笔作帐的 作帐的 现在应该很少了 强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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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茂我不觉得他会继续作帐 这投信持股比例太高了 太高了 今天928剩两天 剩两天 基本上绩效差不多要结算了 所以 这些自己要小心 这个 反正最近 不论是投信作帐或者结帐的 要特别留意哦 有可能今天你看到投信牌 明天投信都到了 有机会是走这样的模式 因为 投信又不止一家 大家懂意思吗 投信又不止一家 我假设这一档股票 我有10家投信进来买 对不对 我今天买完 我明天都给你倒出来了 有 有可能其中5家 他买的成本很低啊 对不对 所以 新的投信进来的时候 我旧的投信干嘛 成本够低了 我就到货给新的投信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麻烦大家搞清楚 最近 一样啦 手脚快一点 手脚快一点 那10月份 你要选股 重新带来选嘛 好不好 这两天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那现在夜盘的 万七现在是不见了 恭喜大家 恭喜大家 好不好 好啦 那这边 四星 投本笔结账的 可能要小心一点 要顺德 顺德 差不多了啦 合金 旺锡 这些都还没转强啊 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小心 好不好 好啦 今天都分享到这边 那祝大家 接下来操作顺利 明天 就看今天晚上收得如何 没有收缴 明天万六 哎 万七不见了 明天万七不见了 现在大家看到16988了 OK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然后 古泰呢 做单 都有我自己的理由 啊 你就参考 好不好 大家就参考 为什么 古泰会选择不 月选的空单 为什么都不补 有我的理由在 有我的理由在 所以呢 基本上 你如果有听进去的 坦白讲 你不会受到伤 古泰分享了这么久 当然啦 就是 没有每一次都 都赚啦 还是有赔的时候啦 可是 我们只要取胜率高 在股市里面 我有跟大家讲 你不用每一笔交易都对 也不用每一笔交易都赚钱 你只要整体的绩效是 大赚小赔就好了 大赚小赔就好了 好不好 那 古泰没有每一次都干嘛 每一笔单都赚钱了 可是古泰的胜率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啦 真的 不用 不要 反正古泰分享的东西 大家可能稍微听一下 稍微听一下 参考一下 也好 也好 那希望古泰的分享 对大家有帮助啦 再跟大家讲一次 再跟大家讲一次 本影片的内容 此为古泰每天 自己盘后练习的Vlog 请勿以此作为 实单交易的依据 影片中的任何数据 大家在 不论在证交所或齐交所 你都看得到 古泰呢 只是帮大家 把这个资讯 更透明化 唯既有技术分析的理论 且亦非为盘中及时资讯 不具有任何投资决策 建议 交易本身一定有赚有赔 投资前 请务必独立思考 审慎评估 并致富盈归 及交易风险 OK 那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边 特别留意 明天不录影 礼拜四是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如果月守没有守的话 请大家十月份 小心 再小心 讲完咯 讲完咯 好